有工作 家里有两公伙有工作的话 就还好啊 没问题啊 但是这个前面的路 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经济状况之下 它都可能会有一些变数 如果把这个东西扯得太紧的话 可能自己的伸缩性就会少很多 对 非常谢谢陈先生的来电 谢谢你 陈先生的这个理财观念 值得大家参考 如果您还有一些想法 要跟我们分享的话 您可以播到62520958了 还有大约两分钟的时间 就要到晚间的七点钟 958金字招牌 你好 我是金云 今天我们谈正确的借贷心理 要接到了几位朋友呢 和我们分享了他们各自的一个做法 我想呢 像一些朋友说的 无可否认的 在一个经济社会当中呢 借贷是必然出现的一个状况 我相信我们在新加坡的 90%以上的朋友呢 因为要买房子嘛 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借贷 借贷状况的 只是呢 要有正确的借贷心理哦 房子可能也许是我们的 被视为在本地来说的话 是一个 必须吧 像一些朋友提醒的 如果是购买一些奢侈品呢 如果说是巨额的借贷的话呢 你就不太好了 听我们朋友的谈话 让你做一些作为这个参考 星期一到星期五 傍晚五点到八点 红金云金字招牌 路焦局 交通消息 路况中心传来的情报 告诉我们说呢 在好些公路上 包括了PIEECP TPE BKE 这一带的交通呢 在下班的繁忙时段呢 车子似乎都比较多一些 所以要请你安全驾驶 任何情报可以通知我们 6258400 请提前按铃通知巴士车长 您将在下一站下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上个月 我也会订阅